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战三胜 他做千发quarterback的时候 真的 就说前几个礼拜 当我们还没有拿到第一胜的时候 你又可以想象到现在我们连续三胜吗 就不可能想象 你看上礼拜在我们Levitt Stadium 在我们主场比赛 我们对Tennessee的Titans 这个球迷欢声雷动 非常兴奋 因为我们终于在最后1分09秒 还输2分的情况下 结果怎么样 你猜 逆转 25比22 3分 2分 击败了Titans 对 这比赛后到最后关卡 真的是真的很精彩 每一个人可能心到蹦蹦地跳 对 我觉得好像应该输定了 因为只有1分09秒 还输2分 结果那球还在我们自己的这边 在15码左右的位置 那你可以带我们经历过最后这个drive 到底是Garpal到底是有什么样的magic 感觉上你知道 因为以前我们Niners的quarterback 都是会come from behind 对不对 Joel Mantana 所以Garpal也有这种魅力吗 对 他最后1分09秒的时候还输2分 在自己的球场这边 他连续三个flow first down 最后把球推进到敌方阵营里面 大概40码左右 gold kick的范围 结果那个Ruby Gold 踢入第6个三分球 对啊 这好像也是Niners的记录是不是 对 对啊 因为你知道我感觉 这连续几场我们虽然都获胜 但是我们都没办法打正 导师这个Ruby Gold 一直帮我们踢这个Fill Goal 对不对 对 但是呢 你不要忘记 那个对Titan的比赛 这个Galopolo丢出387码 OK 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绩 以一个出生的这个 这个就我们的第一个 第一任这个所谓 这个刚接手的新的quarterback 达到这么好的成绩 就让人特别出于惊喜 是 我想这也是这个 就是19人后这个幕后 他们当时他精选 有机会选择这个买卖嘛 对不对 你买了一个好的quarterback 才可以展望说 OK 我们现在的球队 现在在什么样的位置 2018 就变成经理人和教练的眼光 是 看对了这个人 所以你觉得 未来两年 49ers 有没有重回过去 光荣的机会 成为顶尖球队的机会 我想顶尖球队 我是不敢讲了 但是我们先把第一个目标 先放到打入季后赛 OK 因为任何球队都第一个 就是要先进入季后赛 OK 你才会让观众 再愿意来支持你 当然我们的 Die Hard的Niner fan 不管你打好不好 可能都很多人支持 但是我觉得就是球队 一步一步走 因为每一个 因为football是这样子 你知道 你很多的free agent 你很多的人进跟出 OK 好的coach OK 好的球员 你要有的好的策略 这是很重要的 对 我们现在就在 因为我们是老球迷 我们就怀念起 这个Jimmy Garoppolo 是不是第二代的 第三代的 从Joe Montana Steve Young下来 他的接棒人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很确定 这个Jimmy Garoppolo 有这样的领导的特质 他不但是个leader 他是organizer 他能组织球队 然后最后他达到 Mick Bay Play 完成这个任务 最后在这个 1分09秒 居然可以扳平这个 而胜利 就非常不容易 是 所以我们也继续为他来加油 OK 因为还有后面的两场 也是一个应战 所以人家常常讲说 你这个49人队 你是不是要当spoil 你是不是要破坏 别人的季后赛的人 OK 因为你现在打那么好 问题是你后面两场 其实都会影响到 季后赛的这个排名 对 所以对Rams来讲 对Jagoras来讲 会不会影响到他们 还很难说 所以我想在季后赛之后 因为我们确定 是不会进入季后赛 那49人是不是可以再找到 下一个 我们的Jerry Rice 可不可以找到另外一个 这个Ronnie Lott 如果有这两个 找了两个大将 那我觉得49人 再进入过去的辉煌 是可以期盼的 我们拭目以待 对 是 还有另外一个大赛 也是年终大赛 这个羽毛球BWF的杜拜大赛 James稍微帮我们带过一下 好不好 对 今年的这个很可惜 最后在世界排名前八的选手 进入杜拜赛 是 杜拜赛是大赛 为什么 它是一百万美金的 超级羽球赛的总结 所以奖金多 在杜拜的比赛 每个选手都有套房 很豪华的住宅 非常不是对 很完全享受的一个比赛 对 因为我们知道 一般羽毛球赛的奖金 并不是那么高 还没有达到像网球 篮球 或者高尔夫球 这种水准 对 所以羽毛球每个比赛 并不是奖金那么大 所以这个年终百万 其实算是一个很大的比赛 对 单打冠军八万美金 哇 非常非常棒 非常非常棒 那很可惜呢 戴智英今年呢 没有进入准备 第一轮就被淘汰 对 那也蛮可惜的 对 不过我想就是说 能进入八强 就表示你今年 是做对很多的比赛 表示你赢很多场 你才有办法进入 最后八强嘛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 比如说2017 这几个球员 打得好不好 跟2018 你觉得会有直接相关吗 会有相关 我觉得戴智英 大概未来的这几个世界 这个排名前八的选手 大概变化不大 大概在这几位 那最后的女单呢 是由日本的Yamakuchi 哦 是 对上印度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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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158公分左右 一个是178公分 所以你一看他镜头上 大人对小孩打球 结果你晓得最后谁赢吗 哈哈 我这东西比赛 就是有胜有败嘛 对不对 至于说到底 你到底一定高得赢吗 也不见得 一定是比较小的球员打赢 也不见得 所以这后比赛还是有 Yamakuchi 是 三口欠赢了 结果他打了第三局 他用这个体力 我觉得可以战胜印度这个选手 可是另外反过来讲 南丹的部分呢 是由排名第一的丹麦选手 这个Victor Exelson 196公分 23岁 打败了老将 35岁的李中伟 大概175公分左右 结果呢 是高得赢矮的 是 跟女的选手 完全反过来 对 不过这看起来 这两场比赛都是 第一场输了 然后后来连赢两场 而夺冠军 对 所以表示说 在羽毛球 因为他们都 比赛都非常的接近 OK 所以每一分都非常重要 所以说我们觉得说 这个 可能这两场的比赛来看 我们也觉得说 这个 我们讲羽毛球啊 就是三分手法 七分步伐 是 体力真的是 最后自身的关键 那时候 Yamakuchi打败了 这个 Syn Hu 最后就是体力 第三局把他拖垮了 把他拖垮了 同样的 我觉得这个 Exelson 打败了李中伟 也是最后 不说体力不好 就是那个敏感度 那个敏捷度 就是体力落了以后 稍微差了一点 对 因为羽毛球 因为它是一个 一个boundary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 一点点的 十字好理 对 就已经是出界了 就出界了 对 支付多了 就输掉了 对 所以因为它是得分制 就随便得分制 所以落地得分了 所以你只要打出去 对方就得分了 对 所以这比赛 非常非常好看 如果你是这个 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你是陈宇飞 中国队的 最有希望的年轻一辈 一百七十公分高 一百七十公分高 才十九岁 很有潜力 你对他 有什么建议没有 建议是不敢说的 但是我看到 他几个比赛 他是非常有潜力的 但是我觉得 就是说 他只是欠缺经验而已 给他连经验经验 体力不够 他很多场比赛 就最后第三局 被打败了 就体力不够 他后来跪在地上 所以我觉得 对于这个 陈宇飞 中国大陆 这么优秀的选手 他回去就是练体力 把体能加强 可能是一个关键 不过这个很好的建议 因为去年 也是戴智颖 他当初虽然一直突破 但是他就一直觉得说 他自己的体能不足 所以他把他的core 他把他的赞助 就是加注在体力 练出六块鸡来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 他现在很耐打 对不对 也不怕高的选手 他非常有韧性 所以在羽毛球上面 就是你要有韧性 因为他这个速度实在太快 另外对于戴智颖 有什么建议没有 就在2018年 继续保持世界第一的地位 他如何 有没有加强要训练的地方 其实你看他今年一整年 可以维持第一 当然也是因为 他拿了五次冠军 对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说 你要保持自己 不要受伤 OK 加强体能训练 加强体能训练 然后要有个正常的 一个心态 对 因为我跟你讲 因为你到世界排名第一的时候 你最担心的就是从media 对 媒体的负面影响 为什么你这次输啊 很多那些八卦 我觉得这些东西是要让他不要去看 不要去关乎 而且我觉得他的战术战法 可能也要做一些调整 因为他是世界大大的敌人 所以他可能打球的变化性 可能对于每一个对手的针对性 可能在研究 可能在他改变 我想这就是由他教练 他一定会给他一个最好的一个策略 对 那我们拭目以待 希望说2018年 还是可以看到好的比赛 OK 而且是正面的 对不对 对 观众朋友 大家谢谢收看我们这次的优体育 很高兴 大家又可以观赏我们 跟James一起来讨论 我们一些心得跟分享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